今天继续来逛上海植物园 今天来到的是喷井园 那上海植物园的前身呢 就是上海龙华苗圃 它始建于1954年 一直到1974年 它才改名为上海植物园 在成立之初呢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喷井园 其中展示最多的呢 那就是具有上海风格的海派喷井 今天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 大家都可以欣赏到 非常多的具有海派风格的喷井 所谓海派风格 因为它形成的比较晚一些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日本喷井的元素在其中 离开四旅行的 我们از inici叠楼 看到的 之后 离开四旅行的 澳门 海洋 沙拉高 海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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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